近日,记者来到位于甘肃沁阳市的北石窟寺 在航拍视角下,难断已被深色防水保护棚覆盖 在大家印象中,黄土源干旱少雨 而北石窟寺为何会启用防水工程 甘肃北石窟寺文物保护研究所 保护研究室副主任崔慧平介绍说 该窟所在地,年降雨量较大 加之黄沙岩透水性较好 导致石窟造像受到水患影响 北石窟这个沙岩属于黄沙岩 它渗透性比较好 像咱们听一般年降雨量是400到500 去年的话,一年的话降雨量达到900多 它对沙岩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冬库里面有烈西,它会造成冬库里面散水 然后加持这个造像像风花、落沙 或者沿黑对它的侵蚀这些 北石窟寺始建于北魏永平二年 经历代不断扩建新成一处窟刊密集的石窟群 现存大小窟刊308个 石窟造像2000多深 分布在蒲河两岸的黄沙岩崖面上 在中国佛教石窟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 2017年为了加强保护 甘肃将北石窟寺整建制规划敦煌研究院管理 在北石窟寺现场 多体量多结构搅手架支撑其保护棚 窟刊轮廓若隐若现 崔惠平介绍说 该防水工程属于实验性 于2021年3月建成 能最大程度覆盖遮挡牙体 保护牙面枯干 防止雨水对石窟的充实破坏 为消除水患影响 文保工作人员定期会对 沿体表面的含水量 风化程度及地下水位进行监测 将监测资料提供给敦煌研究院 以制定适合北石窟寺的保护方案 延长文物的寿命 工作已有20多年的崔惠平 对每一处病害原由再熟悉不过 这个洞窟是我们北石窟寺的165窟 是北石窟寺的一个代表洞窟 也是北石窟精华所在 但是这个洞窟在去年雨水增多的情况下 造成影响是非常大的 现在上部浮雕 现在看到北北的这一层 是由送水之后出现的肺炎 它会加持这个文物的风化速度 近些年 北石窟寺为减缓各类病害的发育 北石窟寺先后开展了 沙岩防风化 文物保护维修 文物数字化 壁画彩塑维修 保护规划修编等方面的保护项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计划新 AwwOo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